而再度发起了全国性的罢工 在巴黎就有众多的工会员工 冒雨聚集在金融交易所的门前 召开新闻发布会 而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在这一次罢工行动当中 受到严重的影响 继今年1月29日 2月19日 以及5月1日的大规模行动日之后 法国八大工会决定周二再度行动 他们表示并不会以激烈的抗议示威为行事 而是在各个城市采取分散行动 在巴黎的金融交易所门前 就聚集了八大工会员工的代表 他们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 希望以冷静和理智的方式 向政府争取合理权益 众多工会员工冒雨举行了罢工 提高最低工资 拒绝周日工作 以及停止取消公立部门工作岗位 是他们此次罢工的主要诉求 我们今天做了表现 今天准备的准备 为在政府和管理性 为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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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的线路只有一半运行 许多民众被困在车站内 无法出发 凤凰卫视李萌威 法国巴黎报道